风装空灌向座溜滑梯一罐罐排队进展 淡黄色的汁液管境自动快速冲田的是机能饮料 还要排队洗捧捧杀菌 今年夏天茶饮不再一支独秀 窜身的是机能能量饮料 根据统计台湾的机能能量饮料 去年的总销售额就占了4000万公升 换算成像这样子一罐330毫升 总共就卖出了1亿罐 可以显现机能饮料的市场是正在飙升 而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直击呢 就是有全台全三大市占的机能饮料工厂 这里一天就能生产1万罐 加入蜂蜜还有中药萃取液才能搅拌 另外还要去除过重的中药味 加了一些柠檬的配方 还有一些苹果汁天然的香料汁 靠能量饮就缔造上亿年营收 其实背后母集团是80年的老药厂 这个药品它比较像必需品 那技能性饮品它比较像消费品的想法是 那我们先跳开药房的通路啊 我们先到一般性的食品让消费者去接受这个产品 甩开老一辈卖药思维到了第三代操盘策略精准 原来还有一段亲身经历的生死观 29岁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场即兴蒙爆型肝炎 在医院待了33天 33天以后那个西医束手无策 建议我去看中医 所以从那次开始起以后 我也对汉方开始有了兴趣 从老祖先智慧找到商机 也让他在机能影视场夹缝中求生存 东森采集新闻张旧旭潘一泉 云林采访报道